请听第十三集 曹贵用兵战长韶 齐桓公拜管仲为相 举起了尊王攘谜的大旗 开始了称霸诸侯的行动 也开创了春秋五霸的事业 齐国的行动震惊了诸侯各国 特别是鲁庄公听到消息后 后悔半分 觉得当初真应该听从师伯的话 杀了管仲 他当即召来大将曹墨 曹将军 臣在 管仲 当初遇难来我国躲避 现在 却又忘恩负义帮助齐国 寡人对他深为痛恨 想起兵伐齐 要他们交出管仲 你看如何啊 郭军 现在管仲已经败下 齐侯不但不计较过去的 涉代沟之仇 反而遵他为重负 言听计从 他怎么肯交出管仲呢 他不肯交人 我们就打 可 郭军 齐国是大国 实力比我们鲁国强 要打 我们未必就能打胜啊 怎么 曹将军 你是忘了我们战败的耻辱 还是让齐军打罢了 曹墨身上的冲发还在 好 那你就去给我打 郭军 那就请拨给我兵车五百胜 不是五百胜 而是全国的兵车 全都供你调钱 一定要给我抓回那个管仲 无论是死的 还是活的 郭军 臣还是不明白 您为什么一定要抓回那个管仲呢 当初 他不就是从我国被送走的吗 嗯 这就使寡人更加痛恨他 当初 石伯大夫 就曾提醒过寡人 要是我国不用管仲 就将他杀掉 千万不能再让齐国去用他 寡人犹豫不决 只是管仲被齐国所用 齐国现在越来越强盛 齐鲁是邻居 齐国越强大 对我们鲁国的威胁也就越大呀 其实这样 干脆 干脆就趁现在齐国内乱当定 一切还要安排妥当之时 去攻打他们 嗯 要么不打 要打 我们就一定要打胜 现在如果不能打胜 将来就更没有打胜的希望了 臣一定尽全力而为 鲁国举兵的消息传到齐国 齐桓公立即召管仲商议起来 中副 鲁侯派曹末去全国之兵来攻打我国了 听说还口口声声说要抓我 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 哈哈哈哈 中副 你看这事 这事好办 我军言真以待 不要妄动兵戈 是啊 寡人继位不久 本不想多动兵戈 只是 与其任他鲁国侵扰 倒不如先下手为强 也好显示一下我们齐国当今的实力 让其他国家不敢小看我们 郭军 现在我们齐国最要紧的是努力治国 比如 搞好地方的划分归属 临选人才 合理征税 振兴盐 调剂物价等等 还有许多应该做 而且也必须赶快做得及时 打仗应该是 能避免做尽量避免 哎呀 可人家已经打到家门口了 我看这样吧 你说的那些国家政事 就全由你操持 那国军的意思是 要打这一战 寡人主意已定 决定这名报苏牙为将军 明日就率兵和鲁国交战 既然国军主意已定 我就只有一言相告 取得小胜 立即毁兵 好 保初衙当即奉命带兵出征 很快就将曹末带领的鲁军 一举打败 曹末带着军队且战且退 保初衙率军成胜追击 途中 宛仲又派人给保初衙送信 要他小胜即回兵 保初衙觉得鲁军已经不堪一击 宛仲过于谨慎 仍然下令成胜追击 很快就攻打到鲁国的长勺了 消息传到鲁国的都城屈服 朝野震动 鲁庄公立即找来大夫 石伯商业对策 石伯很惭愧地说自己不是率兵打仗的帅才 但他向鲁庄公推荐了一个将相之才 名叫曹贵 鲁庄公让他赶快将曹贵找来 于是石伯就去乡下找到了曹贵 哎呦 是石伯大人啊 今天是哪阵风将你吹到我们这穷乡屁上来了 今天来 是想请您出山啊 啊 鲁国文臣武将那么多 干嘛要来请我呀 哎 鲁国现在遇上大难 哦 齐军 已经攻入长手 国内一片混乱 这 正是英雄 用武的大好时机啊 是啊 我也想为国军谋划 可人家说这些事应该是那些吃肉的人谋划的 像我这样吃素的人不应该去乱搅和 哎 为国家谋划大事 还问什么吃肉的吃素的呀 有这本事就干吧 嗯 是啊 嗯 不过 有时候倒是吃肉的背落不通 这吃素的倒能深谋怨虑 哈哈哈哈 你总是这样因地相见 不走士夫 长久下去 也不是个事 正是这样啊 不是你师大夫知道我 天下还有谁知道我呢 怎么样 去不去见鲁侯 嗯 去 当然要去 就这样 师伯 将曹贵带到屈府 鲁庄公也立即召见了曹贵 哦 你就是曹贵 是 你愿意来为寡人谋划了 鲁国危难 曹贵不能做事啊 哼哼 请问曹夫子 现在齐国正在攻打我国的长勺 你有什么退敌妙计啊 哦 没有 没有计策 是的 不过 我想问国军几件事 请问吧 请问国军凭什么去耗领将士 使将士们甘愿沙场征战 捐躯报国 暖衣宝石 寡人不敢独自享用 一定要分给别人 这是小恩小惠 况且不可能全国的人都给 就这样 将士们是不会跟从国军的 祭祀用的牛羊玉帛 寡人不敢擅自增加 住室的祷告 也保证句句都是实情 一念之成 不能说明一切 神灵还是不会降服的 这也不行 哦 还有 国中大大小小的案件 寡人虽然不能一一洞察 但毕竟按照情理去处理 哦 这可算是为百姓尽力的 凭这一点 可以打一仗 哦 不过 也就能打这一仗而已 啊 那么该怎样我国才能战胜七国呢 这兵势千变万化 只有随机应变 不能完全预测 打起来再说吧 曹贵愿借一胜兵车 随国军同去长韶 好 曹夫子 你就与寡人同城一辆兵车 前往长韶 长韶战场上 齐鲁两军列阵对峙者 齐军主帅保淑雅下令击鼓进军 一时间 无头奋机 成作 鲁庄公连忙请教曹贵 曹夫子 齐军已经几乎打过来了 我们也几乎完击吧 不 齐国军队 现在正在锐利的尽头上 我军要以劲带动 传令精忠 阵型不准散 要紧箍如铁桶 有感喧哗者 力战不饶 曹夫子 齐军第二次进来 我们打吧 不 国军依然要积稳对焦 见证相待 不可轻重 曹夫子 国军这样不打 如何能取胜啊 不是不打 而是没到时候 曹夫子 齐军就一次进攻开始了 我们 我们立即进攻 火速进攻 大卫齐军的时候 到了 吹 曹夫子 你快看 我军这是心雷不及杨耳啊 你看 快看 我军这阵召叹剑射 杀得清清 七连砸落 大败而逃了 是啊 他们两次击鼓 我们都窥然不动 他们以为我们确定不敢站 以为 只要再击鼓冲来 我们就要逃顿了 他们压根想不到 我们会这样站呢 哈哈哈哈 好 他们已经败走 我们赶快追吧 停 怎么 怎么不趁胜追赶 不是 带我下车看看 曹夫子 你这是要看什么呀 好了 可以追了 号令三军 战胜追击 回来 我来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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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夫子啊 长手仪仗 是这些时间以来 我国第一次打败齐国军队呀 你可真是为寡人里的大功啊 寡人要立即封你为大夫 国军 为臣只愿鲁国繁荣富强 好 刚才这一当 寡人还是有点想不通啊 为什么我军积一次谷 就能胜齐军积三次谷 这里面有什么奥秘呢 国军 自古以来 临阵作战 靠的都是勇气啊 勇气充足 就能打胜仗 勇气衰退 必定要打败仗 为什么 打仗之前 先要击鼓 就是为了鼓足勇气 第一次击鼓 将士们的勇气最旺盛 第二次击鼓 将士们的勇气就有点衰退了 因为对方不敢打 就缺少戒心了 第三次击鼓时 将士们的勇气就全都减弱了 懈怀了 而这个时候 敌军的勇气衰竭 而我军才击第一次鼓 勇气正是最旺盛的时候 以胜对衰 我军哪有不胜的道理 有道理 那么刚才齐国军队已经打败了 为什么你开始不让追 要带下车看了再让追赶呢 齐国毕竟是大国 齐国人有多谋善诈 我担心他们会有埋伏 不能贸然追击落入他们的圈套 那你为什么下车看了 就知道没有埋伏呢 哦 我下车看到他们的战车折痕是杂乱的 说明他们真心已乱 又远远望见他们的旗子 也是东倒西外在急逃跑 这就说明他们是真的打败了 所以才下令追击 哎呀 曹夫子 听你一期话 圣读十年书啊 你才真正是懂得兵法的人啊 哈哈哈哈 鲁国军队出乎预料的 打了大胜仗 七国军队大败而归 报叔衙自认罪重 干脆将自己捆绑起来 去向齐桓公请罪 郭军 长朝之战的失败 责任全在我报叔衙 是我太轻敌了 哎呀 报亲啊 你怎么能这样呢 快松吧 松吧 长朝之战的失败 责任在寡人身上 怎么能怪你呢 众父本来就不同意我们攻打鲁国 是寡人一意孤行 才有长勺的败仗啊 不不不不 罪责仍在小人身上 管住 曾经新闻来到我的营杠 再三嘱咐 小胜即可回病 是我 没有听他的指令 还笑话他 过于谨慎 如今 我是愧罪管项国了 哎 寡人也无言再见到众父了 国军 众父求见 众父求见 让他改日吧 报亲啊 寡人实在是修建相国呀 报叔牙 也同样修建故人 启禀国军 众父高举着齐国相议 在宫门口站立 不肯离去 这 那 那就向他进来吧 是 国军 众父 众父 你怎么这么急着 要来见寡人呢 相国大人 长韶之败 责任 全在包出牙 不不不不 长韶之败 责任在寡人 国军 这是您受给我的相议 见国军收回吧 怎么 难道众父 真的不能谅解寡人的过错吗 不 长韶之败 责任全在管仲身上 为什么 因为管仲有私心 哎呀 重父啊 重父 你这真是开玩笑了 你本来就不同意和鲁国交战 打起来以后 你又一再交代 小胜即可回兵 我们之所以打败了 就是因为没有听从你的话 这 这怎么能让你担责任 说明有私心 国军 当初 我主张严阵以待 这是对的 因为鲁国是弱国 老师远征 绝非明智之举 只要我军严阵以待 不需多久 鲁军自然不攻自退 就因为国军急于炫耀实力 我才改变了严阵以待的处众 我是担心国军参与我 才去迎合了国军的意愿 要是管仲能尽相国之职 必定会不顾一切的 劝说国军改变主意 不使国军妄动干戈 也就没有今天长韶的失败了 我管仲将国家大业 变成了自己的私事 不配戴齐国的相衣 国军如要处罚 请先处罚管仲 哎呀呀 仲傅 你 你怎么还会有这一番道理呢 你的耿耿忠心 与日月同徽啊 仲傅 快快佩戴好相衣 快快请起 管仲啊 我为齐国 感谢你啊 哎 国军啊 人又不是圣贤 怎么会没有过错呢 总是吃一亏 掌一智的 值得庆幸的是 长韶之战虽然失败了 但国家的实力 却并没有多少损耗 嗯 是啊 多亏众父 治国有方 国家能日益昌盛了 鲁侯 也只能是打这一仗 他断断不敢再贸然举兵动武了 寡人 多谢二位了 三黄五地下上舟 槮子 忍耕 倾心惩罚恼春秋 浓 We about grateful 龙正胡斗 亿斗 盐云过 血液兴奉 万民愁 万民愁 诸王莫君王梦 见不便是难朝 无关贤苦心水 诸王莫君说不过千秋